关于这一次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 今天已经11月9号了 拜登当选大概没有什么问题了 现在关键是他得票多少 因为拜登在11月7号的晚上 已经发表了胜选的演讲 那现在川普总统 他还没有愿意发布这个败选的演说 而且按照现在的情况来讲 这个白宫并没有准备一个交接的情况 没有邀请拜登跟他的团队 来做一些行政上面的交接 那现在美国基本上面 所有的媒体都已经承认 这个拜登 都宣布拜登当选 那美国的很多的政治人物 包括一些共和党的领袖 包括前总统 小布希都已经发贺词 有些共和党的联邦参议员 也已经发了贺词 现在总统并没有愿意承认这些败选 那现在这个他的川普总统身边的人 听说这个意见有两派意见 一派是承认选举失败 另外一派就是用诉讼来争取 这一个有一些逆转的机会 那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子 最主要共和党的一些领袖 并没有全面的要川普总统承认这一次败选 所以这一方面是在争执 在僵持着 那对于这个川普总统以后的前途 对于共和党这些所谓的领袖 他们的政治前途也是相关的 因为如果违反了美国的总统选举的一个传统 这个愿者服输 愿赌服输 承认很优雅的下台 那他的政治前途很可能就会因此而终止 所以当然诉讼是法律的权利 宪法所赋予的权利 所以可以诉讼 当然应该诉讼 可是我们一般人要知道 诉讼不是你讲道理 是要讲证据 不是讲你的说法 讲你的推论 所以在乔治亚州跟密西根州 在川普总统 他的律师团队在选举刚结束以后 就已经发动了诉讼 其实都被驳回了 那他后面可不可以因为有具体的市政 当然是可以来审理的 问题是就是要具体的市政 如果没有具体的证据 在法律上面来讲 我们叫做传言 根本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这个是权利 我们是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当然应该要走这些程序 如果你对有些情况是有疑异的 那我们认为你该往这方面去做 重要的是当判决下来的时候 你要尊重这个判决 那现在美国基本上面 还是一个分歧的状态 我们也希望这些分歧 在这个过程里面能够终止掉 因为有几个时间点 现在这个美国一致认为 这个总统已经选举出来了 那这是行政的程序 那现在很多国际上的领袖 也都已经发贺电来了 美国主要的媒体也都承认了 在美国各地也都产生了庆祝的活动 所以大部分的人 是已经承认这个结果 那对于这个结果 有疑虑或者有争议 寻法律途径 这是值得去做的 而且我们认为也应该去做 可是我们不要用这些偏执的想法 因为我们也在很多的网站上面看到 小媒体所传播的这些情况 实际上都没有拿出证据 如果拿出证据送到法院去嘛 对不对 那不要说有一套讲法 然后法院你又提不出来证据 那这个就等于是没有的 我们要退一步想 这个我们要怎么样子让美国团结 有争议的地方 在法律上面有证据的地方 尽量去争取 可是不要意气用事 因为很多的人用仇恨的观点 用计划 用这个大家 这个媒体跟民主党 跟中国联合起来 没有这样子的情况 美国的FBI CIA不是白拿薪水的 如果有这样子的情况 他们的证据早就拿出来了 如果拿不出来 就是没有 这是一个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法治的观念 不能在那边传谣言 这样子的话造成分裂 造成美国停滞不前 对美国来讲 不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我们把这个法律的事情 把政治的事情 都尽快的按照程序上面 去把它决定了以后 最重要的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美国政府 美国跟全球都必须 面对几个同样的严重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COVID-19的问题 美国感染的人 已经超过一千万人 死亡的人 已经超过二十四万人 在过去五天之内 每天的案例 超过十万个案例 礼拜五礼拜六 每天都超过十二个万例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情况 希望这个疫苗尽快的出来 而且能够量产 我们美国大部分的人 都能够注射 我们也希望 帮助全球贫穷的地方 大家都能够注射 让这个疫苗的后遗症 尽量的能够控制 尽量的能够过去 第二个 纾困的金额 PPP 当初在三月宣布的时候 只是八个礼拜 现在又经过了六个月 美国的中小型的企业 美国的个人 他们 再撑下去 是非常的辛苦 这纾困金 尽快的拨下来 还有开拓这个商业的机会 现在很多观光客根本进不来 旅游业 航空业 酒店 餐厅 他们生意 非常的差 如果没有改变这整个环境的话 这个经济 要如何起得来 所以 美国的 这个新的政权 必须立刻注意 这两个重大的问题 今天 这个 11月9号 这个拜登 这个新 总统 还没上任 他是已经被选出来的总统 他已经筹组了 COVID-19的团队 12个人的团队 那经济小组 也必须加快 要跟共和党 要谈判 要妥协 尽快的把款项拨下来 然后 我们在美国的 这些东西 不管任何的议题 轻重缓急 要分辨的出来 让我们全美国 团结一致 该诉讼的 让他们去诉讼 该进行的 政府的能力 必须进行 我们不可以 政府有空窗期 因为现在 美国的经济 跟全球的经济 面临的都是 非常严重的情况 这些严重的情况 只有靠团结 靠妥协 靠合作 才能够克服 我们希望 大家能够平心尽气 美国总统选举 它有一些特色 我稍微跟各位报告一下 就第一个 美国是选举人票 所以每一个州 他选出来了以后 按照他的人口数 把这些的选举人票 就全部给他 只要你赢了这一周的选票 以我们加州为例子的话 我们加州的选举人票 有55张选举人票 只要你加州最后选举的时候 你多了一票 这55票都全部拨给他 那所以在选举完了以后 这个就要开票 当开票完了 就是每一个州就拨过去 那在很接近的地方的时候 那有些州 他们有自己的规定 常常的规定就是 你的胜负差距 在0.5%之内的时候 自动验票 所以这个是慎重起见 那每一个州 他们都有几种票 第一种 我们这一次2020年总统选举 有三种票 第一种票叫做通信投票 就是你事先寄过去 那大部分的州 就是在选举 结束以后 就开始算这些选举人票 那到底这些选举人票 截止日期是什么 每一州的情况不一样 可是基本上面 只要游戳 是在这个之前的 选举日之前的 在选举日当天或之前收到 完全没有问题 那有些州规定 可以慢几天收到 那联邦最高法院 允许宾州 在选举完三天之后收到 因为他们打这个官司 送到最高联邦最高法院 这个联邦最高法院 同意这个情况 另外一个就是 北卡 Norcairana 他们是可以在 11月12号之前收到 所以每一个州的情况不一样 就算这个选举人票 第二个是在投票所提前投票 就在11月3号之前的投票 那没有问题 他们有统计票 那第三种票是 11月3号选举日当天 所投的票 那现在当天 11月3号当天 全美国投的票 大概有接近 差不多5000万票 超过5000万票 那在这一个提前投了 大概有3000多万票 接近4000万票 那邮寄投票 这一次大概有6000万票 所以这个票数非常的多 所以有些州在开票的情况 他可以收到通信投票 他就可以开票 所以开得很快 可是有些州只规定 在11月3号 才开始开票 所以他们就拖延了一些时间 那有些到现在 都还没有完全开完 所以现在这些情况 有些争议 是法律上面的争议 而不是有心人在怎么做 因为每一个州的 这个州务卿 负责选举的 都常常开记者招待会 选举委员会 也都常常开记者招待会 所以这边没有模糊的空间 如果有什么舞弊的情况 那当然因为有很多监票的人 你当然就可以抓得到 如果你没有提出任何的证据 那这个诉讼的机会 并不是很大的 因为美国诉讼很简单的 要讲求证据 如果没有证据 那你根本就不能支持 你所主张的情况 所以很多小道消息 小媒体的消息 讲了很多的事情 如果那些是真的 请把那些证据交给 这个川普的 这个诉讼团队 让他们把这些提出 如果这些成为证据 那他们就有机会来胜诉 那该什么诉求 该怎么样按照法律程序去走 可是如果他们连这些都没有提出 那所以你那些可能都是小道消息 那在法律上 它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如果支持川普的川粉 他们认为手上有很多的证据 请尽快的提供给川普的诉讼团队 如果耽误了这个时间 那这些就是谣言 这谣言如果说 在很多事情确定了以后 这可能是非常不好的行为 是不是犯罪的行为 由美国的政府来认定 由检察机关 由法院来认定这些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传这些消息 我们应该提供这些消息 给诉讼团队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 那现在这个11月7号 拜登新选出来的总统 已经发表了圣选声明 那川普总统还没有发表败选声明 也还没有要政权的和平的转移的表示 也没有邀请拜登到白宫 来商谈怎么样子的过渡 那现在的这个正确声明已经发了 所有的媒体都已经宣布了 而且票应该是得票 290票或者306票 270票就可以当选 所以不是一个州的问题 今天你可能要 诉讼要赢好几个州 那你到现在为止 川普的诉讼团队并没有提出 或者是没有在媒体提出 任何的有利的证据 所以这一方面他们需要加强 因为诉讼的期间非常的短暂 所以他们应该要用各种方法 把有利的证据提出 那另外还有几个时间点 是比较重要的 另外一个是12月8号 就是说每一个州开始统计选举人 他们要选出这些选举人去投票 到12月26号 在联邦的参议院 把各州的选举人去统计 那这个会不会有些意外发生 会的 当然这个票数不会很多 2016年川普总统当选 有两票跑票 所以美国的这个诉讼制度 总统的诉讼制度 已经200多年 是不是符合实际需要 现在全世界大部分 都是popular vote 就是普选 一人一票 算谁票高 超过半数 就当选总统 或者有些 只要是票数最高的那一位 就当选 就是要非常明确的规定 不能再用 有一点过时的 这个选举总统的方式 然后如果一直会造成争议的话 那这个对美国来讲 是很伤元气的 那一剩下来的 就是在联邦参议院 统计完这个选举人票以后 在1月20号 总统就职 那这是既定的程序 那我们期望 在有任何的争议 都诉诸法律行动 不要再传 这小道消息 让人与人之间 彼此对立 我们应该要 吃得饱 睡得好 有很好的精神 来顾及我们的生意 我们的生活 我们家庭的团聚 朋友之间的聚会 我们讲些愉快的事情 把这些专业的问题 交给诉讼团队 这不是我们的事情 不是我们一般 你要捐钱去坚决 这个就是把自知脑厚 我们才能够正常的生活下去 我们美国需要团结在一起 我们美国需要领导全球 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 怎么样子让我们的经济不输 怎么样子纾困金拨下来 创造商业的机会 怎么样子控制这些疫情 然后这疫苗尽量让全美国人注射 而且提供给全球落后的国家 让他们去注射 这样子全球才会有和平 经济才会复苏 我们才能够生活在愉快的环境里面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明镜需要您的观看